什么是共享托管? 共享托管是一种常见的网络托管类型。 多个网站托管在单个服务器上。 它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选择,适用于中小型网站。 这些网站不需要大量资源或高流量。 在本文中,我们将详细探讨共享托管,包括其特点、优势、性能、可伸缩性和资源分配。 共享托管解释。 共享托管设计将多个网站托管在单个服务器上。 每个网站共享服务器的资源,如磁盘空间、带宽和计算能力。 它是一种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。 因为服务器成本分摊给多个用户。 共享托管的优势。 共享托管提供了几个优势。 首先,它的价格实惠,非常适合个人和小型企业。 它还需要很少的技术知识。 因为托管提供商负责服务器的管理和维护。 此外,共享托管通常包括用户友好的控制面板和与安装的软件,便于网站管理。 共享托管特点。 共享托管计划通常包括电子邮件账户。 数据库、网站构建工具和一键安装流行的CMS平台如WordPress。 一些提供商还提供其他安全功能。 备份选项和客户支持。 共享托管与其他托管类型的比较。 共享托管与VPS托管和独立托管等其他托管类型不同。 在共享托管中,资源在多个网站之间共享。 而VPS托管为每个网站提供专用虚拟服务器。 独立托管则为一个网站提供整个服务器。 共享托管的优点。 共享托管具有价格实惠。 易于管理和适用于中等流量和资源需求的网站的优势。 它使网站所有者能够快速入门。 而无需投资昂贵的服务器基础设施。 共享托管成本。 共享托管是最经济实惠的托管选择之一。 定价根据托管提供商。 套餐特点和提供的附加服务而有所不同。 共享托管性能。 共享托管性能可能会受到其他服务器上网站的高流量 或资源使用的影响。 然而,知名的托管提供商会有效地管理服务器负载, 并有效分配资源, 以保持所有网站的最佳性能。 共享托管的可伸缩性。 共享托管在可伸缩性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限制, 因为资源在多个网站之间共享。 如果您的网站显著增长或出现高流量, 您可能需要考虑升级到更具可伸缩性的托管解决方案。 共享托管资源。 共享托管计划将磁盘空间。 带宽和CPU使用等资源分配给托管的网站。 评估您的网站资源需求, 并选择提供足够资源以实现最佳性能的计划非常重要。 共享托管安全性。 共享托管提供商实施安全措施以保护托管在其服务器上的网站。 然而,由于资源共享,存在一定风险。 即一个网站的安全漏洞可能会影响其他网站。 定期更新,墙密码和其他安全措施可以帮助减轻这些风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